佛门里头有一句话 佛独有缘人 地藏菩萨在地狱里头 也要独有缘人 没有缘的 地藏菩萨说话才不来听 这个事情 人同自信 心同自理 你们知道 那我们在此地 天天在讲经说话 谁来听啊 不要说别的 我们这栋大楼的人就不说话 他都不来听啊 他不来听就不能带离了 所以说佛还是独有缘人 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头 独哪些众生呢 从前曾经学佛 他有这个根底 学佛了 也干了些措施 独到地狱去了 地藏王菩萨在那儿独他 他能够接受 如果不是修佛的人 你不能也说 同样一个道理 你去想到我们人间这个事情 你就明白了 那么世间 这个家亲眷属给他超度 超度要有超度的条件 你看看古代佛经上讲的 用佛的话来说 自己为度 二能度人 乌有是助 所以超度的人说 自己要得度 才你有能力超度别人 你想想 你想想这个过去 梁黄宝灿的故事 宝质公 宝质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在来的 那当然有效 那要不是这样的修行人 效果就要逐渐往下降 那这一定道理 末法时期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祖师大德也说了一句话 真诚信 诚信诚义 这个送金拜餐给他回向 忘人得利 当然他得的这个利益 决定比不上宝质公 这是肯定的 你看三门水灿 加劳加尊者 阿罗汉 那都是修行正果的人 他来给你超度 给你调节 这个远亲债主 你听话走了 你的笔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 拿着三门水灿 也如法炮制 行不行 不行 但是做总比不做好 这个真是真的 他们做的时候 这个亡人能够得十分利益了 我们做成心成意做 可能得一分利益 一分利益也就很难得了 也就不容易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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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